不得不说 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大一统王朝 清王朝具有着意味深长的历史戏剧性 当初以摄政王多尔滚加上孤儿寡母的天下 最后又以摄政王再封架上孤儿寡母师天下 而作为大权独揽 架空皇帝的摄政王多尔滚 其实一直都觊觎皇位 只可惜他没那个命 在多尔滚短暂的人生当中 曾经两次和皇位失之交臂 第一次机会 父亲努尔哈吃试试 多尔滚没有得到捍卫 最终使他手段更高 人妻更旺的哥哥皇太极上位了 第二次机会 哥哥皇太极忽然去世 而皇太极在生前没有立太子 死后又没有留下一招 因此大清的皇位再次悬空了 多尔滚此次明明是有很大优势的 但他最终还是没有成功上位 那么在大清立国之后的第一场 持续了17天的皇位之争中 多尔滚究竟是运气不佳还是实力不尽呢 在皇太极的一生当中 他一直努力维护自己的皇权一统 但在他临死之前 却一直没有定下自己的皇太子是谁 皇太极一共有11个儿子 除了三个儿子早死以外 在他去世的时候还有八个儿子活着 按理说从皇太极的八个儿子中选择一个作为继承人并不是什么难事 如果根据张子继承制 张子豪格继位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但是也正是皇太极活着的时候 他自己就排除了张子豪格继承皇位的可能性 首先在后金河清朝初期一直是子役母贵 皇太极的后宫基本都是蒙古贵族女子 因此当时蒙古武功并力 而豪格的生母地位不高 他的父亲伯克多只是一个乌拉贝勒 其次虽然豪格相貌魁伪 颇有智慕 而且身经百战 但皇太极也曾当面痛斥过自己的这个张子 说他怀疑心已失症 也就是当众表明他对这个儿子基本没有信任感 至于皇太极的其他几个儿子 当时17岁的叶不淑 他的母亲是树妃 地位也很低下 16岁的朔赛 他的母亲虽说地位比叶不淑之母稍高 但也只是个侧妃 在后宫中的总体地位并不高 7岁的高赛 长叔 以及5岁的涛赛 他们的生母也都是树妃 而当时皇太极最小的儿子伯木伯寡 才只有3岁 而且皇太极活着的时候 就已经封他为和硕乡亲王了 究其原因主要就是因为他的生母是蒙古高门博尔级吉特使 宠德二年7月初八 关鞠躬的陈飞海兰朱生下了皇霸子 皇太极当时特别高兴 因此很快就在宫殿内大会文武 班赵大社暗示要立黄疤子为黄色 只可惜黄疤子福伯出生不到7个月就死了 黄疤子死后的第三天 也就是崇德三年正月三世 永福宫庄妃不目不太处就传出了习讯 黄太极的黄九子福林诞生了 但是福林出生之后一直长到快六岁 黄太极也没有再提历寺的问题 因为在这几年当中 黄太极一直在全神贯注的和明朝争天下 当时在明清之间的松锦大战中 黄太极一直操心国事 带病纵马驰骋 因此也使得他的病情不断加重 崇德八年四月初六 黄太极病重 清朝大臣们就开始便寻医生 而且还通过朝鲜的豊朝世子 来寻找朝鲜医生 当时有个名叫朴柳达的朝鲜医生 就为黄太极诊治 他的诊断结果是风炫 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高血压症状 自此以后的半年之间 黄太极的病情时好时坏 到了当年的九月初九夜间 他就忽然爆崩了 依据我们的罗级推定 黄太极应该就是死于 由高血压引起的突发脑异血之类的疾病 黄太极爆崩之时 正是清朝对明朝战争取得节节胜利的时候 由此以多尔滚为首的满洲贵族们 在皇位继承人的问题上 立刻就产生出了尖锐的矛盾 既然黄太极生前没有指定黄色 那么当时争夺皇位最有力的人选也就只有两个人 一个是黄太极的长子豪葛 另一个就是黄太极的十四弟多尔滚 当时清世祖实录就曾记载 黄太极的死讯传出之后 他名下的正黄 湘黄两亲马上就表示 要拥立豪葛为皇帝 当时豪葛本人还是正兰旗旗主 而其他几位满洲权贵 包括图尔格 索尼 图兰 拱阿袋 敖拜 谭太 塔瞻等人 也赶忙前往豪葛府上去开会 表达他们自己对豪葛的拥立之意 见索尼等人都对自己表了态 豪葛非常高兴 于是就派出和洛会和阳善道正亲王继尔哈朗出传话 两旗大臣一定立我为君 尚虚而易 皇太极时代 继尔哈朗在眷臣当中一直排名第一 如今他一看也马上表示拥戴 接下来 继尔哈朗也挺谨慎 于是就对来人说 姿势重大 应该请多尔滚前来 在一起细加商议从多尔滚方面来看 他和弟弟多多各统一个旗 而这两个旗肯定是主张拥立多尔滚为帝的 因此 在多尔滚的兄弟当中 他的弟弟豫王多多和哥哥英王阿基格 当时就及时翻脸 规劝多尔滚马上继承大位 那么多尔滚当时究竟有没有当皇帝的想法呢 答案是肯定的 当然有 只不过 愿望和现实之间的距离有时还是挺大的 满洲宗室诸王以及那些贵族子弟们 当时也是人心不已 谁也不服谁 因此多尔滚就没敢贸然答应哥哥和弟弟的拥立之情 而是伺机寻求多方面的支持 悄悄观察当时的形势 皇太极死后的第五天 也就是当年的八月十四日 多尔滚就召集诸王大臣进入宫殿 共同商力四军 他那天黎明时分 两皇旗的大臣就在大清门盟使 而且还让两旗的精锐护军张公主使 皇帝在宫殿周围摆出一副兵戎相见的架势 会议刚刚开始 又是索尼马上表态 极力建议从皇太极的儿子当中选出一个当皇帝 而作为先前努尔哈赤的长子 当时清朝的李清王大善也忙站出了表示说 豪格应该继承大统当皇帝 豪格本人也在场 但是出于礼貌 因此就马上表示谦虚辞让说自己不行 实际上他也很想 此时多尔滚的兄弟阿基格和多多也赶紧站出了表态 认为和自己一奶同胞的兄弟 锐亲王多尔滚应该继承地位 因为他的功劳大 见多尔滚的兄弟如此表示 老华头戴善马上又说 瑞王若云 我国之府负责当立皇子 也就是说 自此刻开始 戴善就不再坚持 非得要立豪格为帝了 会议之上 看见童母兄弟支持自己当皇帝 多尔滚表现得还挺谦虚 没敢马上应允 直到这个时候 满洲两个白旗的统领就都跳了出来 坚决反对立豪格为帝 大伙儿争吵交着期间 本性非常造极的多多见哥哥多尔滚没有明白表示 于是马上挺身而出 不如我来当皇帝 或者就让年长为尊的戴善当皇帝 见弟弟丑太逼路 多尔滚不禁大怒 立刻表示不同意 李弟弟多多为皇帝 而作为一个老人精 戴善当时就以自己年老身体不好为借口 转身离开了 多尔滚三兄弟正在着急 一直承担皇太极禁卫任务的两个皇旗将领 忽然一起冲入殿中 配件上前激愤地公开表示 无数十余地 一余地 养育之恩与天同大 若不离弟子 则硬死从地于地下而已 如今 多尔滚看到这些拥有兵权的禁卫军 军将权等表示 要拥立皇太极的儿子当皇帝 他就不敢翻重怒 只得暂时把自己想当皇帝的野心压了下来 并且建议福利皇太极的第九子 十年六岁的弗林为帝 紧接着 多尔滚还表示说 由他本人和继尔哈朗开始辅政 等弗林成年之后马上归政 对于多尔滚提出的方案 各方各面也感到还挺折衷 因此就再也没有人挑出来反对了 由此 皇太极死后 玄空的大清皇位等于就让给了十年六岁的小娃娃福利 掩耳道邻居称帝 就在大伙已经定立福林为帝的两天之后 身为被子的戴扇次子朔托 以及戴扇的孙子阿达里二人又图谋推翻先前的诚意 准备拥立多尔滚为帝 其料 事发当天 多尔滚就下令 将朔托与阿达里的衣服全部脱掉 无花大榜加以审讯 审讯之后立刻诸杀 多尔滚的这种做法 一直被当时包括后来那些对他大献产词的人捧为重大局 可实际情况却完全不是 当时朔托和阿达里二人 以及他们串联的一些将领要拥立多尔滚为帝 其实多尔滚本人是一直知道的 至于多尔滚为何翻脸 主要原因就在于戴扇本人的大义灭亲 一直以来 戴扇就和自己的儿子 朔托形同水火 因此他就首先告发自己的儿子和孙子大逆不道 想要拥立他人为帝 由此一来多尔滚当皇帝的美梦就完全破灭了 当时为了杀人灭口 为了显示自己的大义和正义 多尔滚就对外表示 自己曾坚定的拒绝过朔托和阿达里对自己的拥立企图 事发之后 多尔滚不但亲自主持宣布了将朔托和阿达里杀掉 同时还撸草打兔子 将皇太极长子豪格一系人马中的几位重要人物全给杀了 直至此时 清朝皇位的继承问题终于得以顺利解决 宠德八年八月二十五日 皇太极六岁的儿子弗林正式继位 改年后顺旨 他的叔父多尔滚和继尔哈朗二人同为辅政大臣 被清朝称为摄政二王 在当时的紧张情势下 多尔滚予以为风 也没有日后入关之后的显赫功劳 如果强行要当皇帝的话 那么他和清廷亲王之间的分裂就是难免的了 可以说多尔滚对于皇帝宝座一直是深刻觊觎的 特别是在日后 他也曾宣泄过对自己哥哥皇太极那种深深的愿望之情 太宗文皇帝之计位于冤夕夺利 意思是说既然皇太极的皇位都是夺来的 那么他的儿子弗林继承大头 实际也算不上名正言顺 由此推断多尔滚根本没有称帝的野心 完全就是掩耳盗铃之说 无论如何在入关前最重要的历史时刻 多尔滚宣布拥立弗林为定 在客观上就缓解了满洲贵族上层的公开决令 让清朝当时的上上下下可以同心协力专注于对明朝的战争 最终使得清军能够入关夺取了全国政权 可即便如此 如果将这样的历史结果全部归结为多尔滚主观上的自愿自为 那显然就是对于这个历史人物的硬性发高